好 各位福迪善知识学会的会长 还有各位干部以及各位佛友 大家晚安 大家好 阿弥陀佛 好 首先我非常的高兴 我也没想到我这辈子会来德国红法 当时1998年到1999年我在英国念书 所以在英国念书的时候是很辛苦 我当时并没有来欧洲 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踏上这块国土 那首先很高兴 请看幻灯片 好 我今天准备了150张幻灯片 所以各位可以很轻松地享用食物 然后呢 然后你可以喝水 然后我们来分享 然后请看翻开讲义33页 是今天的演讲内容 没关系 我在国外受教育 所以假如你累的话 你要喝水 上厕所我都不介意 但是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请不要讲话 因为讲话会打断别人 好 那请看幻灯片 我们今天的主题讲敬业三福 请看这张 这是新加坡 现在年轻人排行榜第一名的西方三世 跟我们传统的看得不太一样 为什么呢 它是讲dancing position 是跳舞的 对不起 有时候师傅会讲英文 不要介意 我会翻成中文给各位听 因为有时候我做梦是讲英文的 当然我不会懂德文 我德文只会一个字叫Buddhismas 是吗 佛教 各位德国的联友很高兴见到各位 今天的确是我这一年德国弘法的第一次 在这当中首先我要感谢三宝 也要感谢彩云 秀满 还有秋衣喜剧室很多的干部 很多直接 间接的护持 还有全程录影 还有准备讲义 所有的人 师傅没办法一滴念出来 但是我内心里是感恩 我也要感恩我自己 希望我没有障碍 没有生病 然后我能够千里迢迢 大概搭了16个小时的飞机 来到了这个国家 好 所以这个是今天要演讲 那我知道在座可能Dostov 有些联友喜欢净土宗 的确 我自己也很喜欢净土 我曾经念过三百万圣阿弥陀佛 三千部无量寿经 五千部普贤行愿品 其实我不应该一开始讲这个 或许你会觉得好像师傅炫耀 不是 我只是告诉你 我是发愿求生喜乐乐世界 那当时因为这个场地租界呢 有一点点变动 我本来是要今天五六日三天 讲钢波巴大师 主要是介绍南传 北传跟金刚称 可是因为当时租不到礼拜五 所以我就想今天本来是在 这个邱居世家 那我就想只有一天 那讲今夜三竹吧 可是呢 后来又因为场地 又可以租界 所以这以教学的角度来讲 很抱歉 这有一点点困难 其实明天的钢波巴大师 可能大家会听听我们的陌生 为什么要讲钢波巴 他像伟大的文殊师利菩萨 宗科巴大师的化身一样 他把无量的佛法归纳为四个条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假如现在我要你写三四条 要把所有诸佛的教法 都包含的话是并不容易的 所以明天事实上是介绍的是 南传佛教 大乘佛法 跟金刚城的教法 那我踏上这块国土的时候 也可以看到南传 北传 藏传的教法 在德国非常的弘扬 尤其尊贵的西藏法王 还有前世的十六世大宝法王 也在这里建立中心 所以金刚城教法也非常兴盛 在全世界 但是可能有些人不太接受 也会有一些排斥 这是很正常 你不要介意师父去过很多国家 It's naturally 所以我今天的主题是要介绍 敬业三福 明天介绍南传 北传 跟大乘的佛法 先看 我们希望要求生极乐世界 这张是新加坡 普济寺大殿 两层楼这么高 然后是香港雕塑的风格 临终接引的西方三圣 非常的庄严 我们说我们要去极乐净土 当然各位都知道要信愿行 我想这个你并不陌生 可是现在我要提醒你 光信或光发愿 你是不一定可以去极乐世界的 举个例子 我还没有来之前 我转机在法国巴黎 假如我在台湾 我发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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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巴黎 你会去吗 答案不会 发愿只是一个好的开始 但是它要有很多条件 举个例子 你必须存钱 第二个 你必须定班机 第三个 而且当天上飞机的时候 你还不能有trafficer jam 不能交通堵塞 第四 那天你不能睡过头 第五 你要安全的行李通关 然后进了呢 飞机开始飞 起飞的时候 你还要怕不要有乱流 不要有意外 可是当它从 像我这次从台北 飞到曼谷 转机 飞过法国巴黎 可是当我从曼谷 开始往飞 法国巴黎的时候 要飞12个小时 但是虽然飞 我在飞机上 可是呢 你怎么知道 你一定会到呢 答案是 方向正确 所以净土中 性愿行 三个缺一不可 光性或光发愿 老实跟你讲 你是不会去极乐世界的 这一点我得来震撼你们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三个条件都很重要 那你要去极乐世界 不是嘴巴讲讲而已 也不止只有呢 早晚念十念法 十念法是弥陀的大悲愿力 但是我后面会解释 所以我们既然要发愿 要去极乐世界 那就要先问 我有没有去极乐世界的条件 就像刚才我说 去法国巴黎 第一 你要发愿 第二你要存钱 第三你要订机票 第四 你当天不可以睡过头 第五 你的行李安全要通关 当你上了飞机以后 虽然有气流 虽然路很长 但是保证你会去极乐世界 这个比喻是很真实的 这次我来欧洲 其实这些题目我都讲过 但是我会尽量用我当地在法国或德国所看到的情况 因为各位灵友生活在这里 你可能会比较亲切 好 先看 尊贵的释迦摩尼佛 这是在印度菩提加也 传说这尊佛像是弥勒菩萨所雕塑的 由古代印度阿律王建的时候 从石窟里面把它挖起来 所以当时佛并没有相机 只有我们比较能够看得到 比较像释迦摩尼佛原来的样子 你可以看到它是印度人的相貌 跟我们长得德国人或者亚洲人是不一样的 传统上在全世界南传北传藏传的佛弟子 都应该发愿一生至少赐一致印度菩提加也 因为它是衔结千佛成果的地方 接下来那请问今天大家这么热 这个主办单位很辛苦 那为什么我们要坐在这里呢 假如你要问我 所有一切的佛法用一句话把它包含 就是这句话 为力众生愿成佛 这里的众生包含云云的众生 过去现在未来的 也包含我们自己的家人 我们希望他能够成佛 所以这张图是尼泊尔满院大佛塔 非常漂亮有彩虹 可是你会发现 成佛并不那么容易 就像我发愿举个例子 我师父没有政治立场 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比如说你在德国 我发愿我要做德国的总统或总理 可能吗 不是不可能 但是你要很努力 对不对 你要由从基层做起 你可能要了解文化 你可能要行政部门 你可以发愿做总统 但不一定代表你今生就做得了总统 你要有很多的条件 当你发愿帮助别人的时候 你会发觉一个最大的呢 就是为了利益别人啊 你要先来改变自己 那接下来今天讲的 静业三符十一条 就是你要改变自己 你才有能力去极乐净土 接下来佛教面临了新的世纪 全世界的资讯化也科技化 佛教的红船也面临新的大挑战 比方说各位在百忙当中来 我非常非常的高兴 你能够播这个时间 没有去shopping 没有去看电影来这边 其实我非常感谢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不来的人并不代表他不想学佛法 其实师父不是一出生 我就会懂电脑的 我也是学 我还做朝圣短片音乐 这些图片呢 还有这些幻灯片 都是我一张一张贴的 所以未来佛教会面临 很大的挑战是什么 是数位化跟资讯化 那当然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我先说重点 DVD啊 跟网路啊 只是工具 DVD不是你的老师 就像我 我也发愿全程录影 利益广大的众生 今天在门口跟各位结缘 财运钱拿一套 阿弥陀佛48大运给我 谢谢 那也是在新加坡全程的录影 然后花了14天而讲的 所以科技可以帮助我们 但是我要提醒各位 科技只是一个工具 但是科技不能取代你的老师 科技不能够取代你的上师 在金刚上讲上师第一 在大政里面要讲 清净善知识 注意听善知识不是说 你要清净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 为什么呢 因为科技只会给你知识 所以我们传统上叫做 知识就是力量 对不对 Knowledge is power 可是我要加一句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 will make you become more powerful 光有知识 你是不会出轮回的 知识之外 你还要有经验 所以你会发觉 全球的人都在互动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文化 我们都在学习 你可以看到佛教从印度 待会我会介绍 净土中的演变 佛教史很短 从印度到中国 到日本 韩国 东南亚 净土中演变很广 可是呢 你会发现呢 光有知识 并不能让你得到解脱 为什么 因为你心中烦恼 还是很多 德国人是非常聪明的 可是呢 对不起 我观察到德国人 这次好像都没什么笑容 工作压力很大 还有德国人很固执 step by step 这是他民族性 在欧洲里面 我知道最优秀的是 日耳曼民族 德国 德国的火车是全 欧洲第一个 全的卷子最完整 那东方呢 哪个国家 那你相信呢 日本人 待会你看到 日本对于 佛教文物学 保留的很 很好 所以第一个 我今天要讲 这不在讲义上 你可以抄 我要留一点给你们抄 免得睡觉了 第一个 什么 Learning 第二个 Revealing 第三个 Action 学习新的知识 或概念 Learning the new knowledge or concept which you didn't know before 你学习 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知识 跟经验 或概念 我们佛法讲 戒定慧 文思修 你当然要学习 其实净土中 也有广大的经论 不是只有净土五经而已 净土浩瀚如海 阿弥陀佛48大院 广大无边 他的境界像华严经一样 重重无际 第二个 可是假如很多人学佛 你只是从网路 DVD 或是 Internet 或看YouTube 你得到的跟知识 跟概念 比方说 你现在用Google key in一个 compassion 慈悲 全世界有这么多书 谁不会讲 一个嘴皮 大家都会讲的 讲不一定做得到 就是讲跟做之间 是有很大的距离的 所以第二个 希望鼓励各位 也建议各位 我相信在这个 菩提善知识学佛会里面 其实也经过很多 善知识来听过 开示 但第二个 我要提醒你 叫Reviewing 就是你要用你学到的 教法 重新检查你自己 Reviewing 或说Examine 就是考试或测验 你现在 Your present appearing or idea 是correct or incorrect proper or non-proper 就是说 你现在所知道的 概念跟想法 到底是正确的呢 或不正确 是适当的 或不适当 南传佛教讲 八正道 正见第一 对不对 第三个 就是你知道了 可是你检查了 但是你没有转变 所以要第三个 要显现出于正见结形的行为 比如说慈悲 大家都拜过大悲惨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你看那愿力好大 可是呢 拜完大悲惨了 你旁边呢 坐在你旁边呢 你嫌他很臭 很脏 你看你在你旁边 你都嫌他 你说你要愿度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重 可是你嘴巴讲的 可是跟做是有很大的差距 这就是我们要修行的重点 再说个笑话 我们台湾呢 烟酒供卖酒 卖烟跟酒 大家都知道 抽烟跟喝酒都不好 可是你知道 我们台湾的烟叫什么 长寿烟 天哪 烟怎么会长寿呢 所以其实 我们有很多臭的想法 所以最后我觉得 showing your really action combined your right view with the spiritual experience 尤其是最后一个 就展现出你真正的行为 而且要结合正知正见 以及你的精神修持 所以精神生命 西方国家讲身心灵 第一个physical level 第二个mental level 第三个spiritual level 就是生理的 心理的跟精神的 那佛法这三个伟大的层次 都包含着 因为佛法可以让你的病痛消除 障碍消除 然后健康 如意 事出世间 所求如愿 吉祥圆满 但是它有更伟大的地方 可以让你究竟正悟 所以第一个问题 现在要丢给各位了 好 我调查一下 在座是五十岁的以上请举手 好 谢谢 六十岁以上的请举手 再举七十岁以上的请举手 掌声鼓励一下 有一位七十多岁还来学佛法 好 那你想想看 我们常常讲 人生七十 古来西 对不对 但是同样一句话 你也可以解释 人生七十才开始 为什么 有人人生七十才开始 因为前面了六十九年的 糊里糊涂的过日子了 人生七十 古来西 也就是说 七十岁当中 它充满了很多生命智慧 那请问 我们学佛是什么 不管南传 泰国斯里兰卡 明天我再正式 今天南传佛教 今天我们要介绍大乘进度 大乘佛法 乃至金刚正教法 就是要解决 释迦摩尼佛来人间 告诉你解决生老病死的这个问题 明天我再讲故事 我今天先讲重要 所以 其实佛教最伟大的地方 是告诉你 生从何来 死从何去 请问各位 你过去生 你记得的吗 可能忘记了 这一辈子你断气的时候 你知道你几岁走吗 你不太清楚 都希望长命百岁 万岁万万岁 但是大家是不可能的 但是当我们走的时候 我们很难接受自己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你可以修到 你知道你自己哪时候走吗 你该不会修到 你自己决定你要去哪里吗 极乐净土法门 就有这个殊胜 当然佛陀在奥含经里面 有些人会来生投胎做人 有人也会生天 生到天上见 没了菩萨 在大乘进佛国土里面 释迦摩尼佛告诉你 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是真正很殊胜的一条路 首先想 你会不会觉得 人啊 人生有时候 你觉得很孤独的 像一艘船呢 出生的时候 是一个人赤裸裸的来 走的时候 也是赤裸裸的一个人 传统上的中国人 都不太喜欢谈生老病死 可是现在不一样 international globalization 现在的台湾呢 佛法很兴盛 大家都很愿意谈 生老病死的主题 包含临终关怀 包含老菩萨怎么写遗嘱 包含我死后有怎么处理 当然像是一个开放的心 所以请看这张图片 这是大家都知道 孙悦还有啥 中间是谁 张晓燕 对还有呢 右边 陶大伟 陶大伟 对 有一点像 他们都是基督徒 像孙悦是虔诚的基督徒 他们说 对于生死 你的态度要什么 要听 要说 要看 而且要去了解 打你的念头 会改变它 接下来 你会觉得 死亡的时候 像不像 夕阳夕下的天空呢 请问 为什么要学佛呢 三宝是万事的明灯 是大海章中的 一条法船 为什么要皈依三宝呢 有人也跟我讲 不要执着 有皈依跟没有皈依 都是平等的 这叫错 邪见 你连呢 有皈依跟没有皈依 是有差别的 举个例子 似乎在国外念书 我看过很多的学者 懂梵文 巴黎文 涵养也很好 懂各种点 但是呢 他贪嗔是非常的强 那你问他 是不是佛教徒 从这个佛经的定义来讲 假如你正式皈依三宝 你才叫做佛教徒 因为他是三宝 万世的明灯 向大海当中一艘的法船 好 接下来讲 这是东黄壁画 临终接应 你看阿弥陀佛 然后呢 跟所有的大菩萨来接应 在右下角 有一个出家人 他修行 上品上身 临命中的时候呢 集了净土来接他 假如我们目标要往这里 那你就要问 我是不是累积了足够条件 就像在德国 读三年或四年的大学 你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 该修的学分一直修 你虽然是第一年第二年一直修 可是你还没有到第四年 你怎么知道你一定会毕业呢 答案你有 strong confidence 强烈的信心 虽然还没到 但是方向是正确的 好 然后传统上前面这一张是敦煌的壁画 这次我会融入了部分佛教的历史跟艺术 我觉得会让各位觉得比较有兴趣一点 不会觉得太枯燥 接下来真正以光无量寿佛经 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的 这是清朝一位丁居士 按照光无量寿经而画的 中间注意阿弥陀佛是红色 提醒你 传统上大称阿弥陀佛是金色 可是在藏传佛教阿弥陀佛是红色 右边是观音 左边是大士智 做着宝莲花 然后你看到阿弥陀佛 再看前一张 阿弥陀佛的每一间白毫 上面有白光 然后我们唱唱 光中化佛无数亿 就是这样 可是问题是你平常唱 你从来没有想过 对不对 你唱的时候可能心里也是很乱 阿弥陀佛光中化佛无数亿 可以变西方山盛 无量无边 甚至我可以告诉你 真话 现在我讲话 连时还会佛菩萨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也听得到 你为什么相信 因为你有佛教的理论 跟修实的根据 接下来 其实我这次没有时间 如果将来各位不嫌弃 当然不是这一天 不是这一次 或许下次 净土中也有禅观 简单的讲 念佛三昧 请各位写下来 念佛三昧 我看到的各位 以及东南亚很多莲友 只要念佛 不要三昧 这是有问题的 我再讲一遍 是不是很有勇气讲 很多人只要念佛 我念佛的 我不修禅 谁说的 三昧就是圣生的禅定 当然 但是各位灵友 可能像我们一样初学 我念一万声 两万声 三万声 很好 可是你重视的是什么 数字而已 叫做 Quantity 可是你从来没有想过 我念了这么多 到底我念佛的效果如何 所以 Quality is more important than quantity 品质比你的数量还重要 这是希望我鼓励各位的 我没有否定 因为我自己也修净土 而且我刚才说过 我念过三百万声阿弥陀佛 我也念过 无量寿经 跟普遍行愿品 都是属于净土五经 所以 其实 念佛 假如你念佛 得力的话 你的心会更定 是大秤三昧 同样的反过来说 你说大秤三昧越深 你能念力会比别人强 举一个例子 在千手千眼大悲心陀罗尼经里面 观世音菩萨在千光王静诸如来坐下 大家都知道 我长话短说讲故事 他觉得众生很难度 退了到心 结果他要退到心 这时候他的老师跟他讲 善男子 菩萨不可以退到心 他就跟他说 所有的众生都很难度 对不对 然后我度了又轮回 然后轮回又这样子 就是生生世世在六道 我不要度了 然后阿弥陀佛就对观世音菩萨说 你发过菩提愿 你不可以舍弃任何众生 那这时候 观世音菩萨就问 他的老师 对不起 不是阿弥陀佛 是千光王静诸如来 那怎么办 他说我有大悲神咒 可以帮助你 长的叫大悲咒 短的是六字大明咒 那他就念 大地六遍正宗 所有诸佛菩萨放光加持他 观世音菩萨只念了一遍 你看所有的众生都正果了 你会发现我们念了很多遍 说不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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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念错 念到最后没正果 吃了很多水果 对不对 这里差别什么 观音菩萨跟我们的念力不同 也怨心不同 他对法的礼物生且比我们不同 所以他一念胜过于我们无量念 所以虽然如果我们大家都念阿弥陀佛 念佛很好 师父没有否定 因为这是佛陀说的 可是各位没有去反省 你的念头 念出来的功德力深浅是不同的 待会给各位看广青老和尚的照片 广青老和尚念佛他可以降魔的 妖魔鬼怪都可以降福的 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因为我们呢 并没有在法跟心量上去努力 所以我们念是散乱念 我们台语讲 加减量 加减量 总比有念没念 其实念佛的人是应该努力学禅修的 就是要观想自己 那这一次我没办法讲 我将来有因缘 我明年或以后再会为各位介绍 净土的禅观是很重要的 好 接下来请看讲义 请各位翻开讲义第三十四页 这次讲经呢 事实上的内容呢 是待会结束的时候 师父会送各位每个人一套 如果是你欢喜 你要拿两套也可以 一套留着 一套送给你的亲朋好友 但不要太贪心 最多只有两套 这是我在新加坡全程录影的 讲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中英对照本 然后非常的高兴 当时我是在宽祭念佛堂 为潮州的老菩萨 他们非常虔诚 然后但是呢 他们修集了净土 然后我为他讲的 那事实上我们今天的内容 只有前面的三个 敬业三福念佛绝路的净程 我还会介绍净土中不同修行的典范 那这套DVD呢 今天免费送给各位 是德国的莲友跟台湾的莲友 全部的供养 请你好好珍惜 好 这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的简介 学佛的人你若听过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对佛头的愿力不同 你的念力是不同的 好 这是当时讲的 主题是 般若净土与愿心的结合 学佛是要有般若智慧 净佛国土 还有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当时蒙三宝加持我也非常欢喜 是在2009年3月18号到3月24号 然后呢把它讲 后来没有讲完 我又再花了七天 花了十四天把它全程讲完 这是我们大会免费供养大家 请大家珍惜 好 那我今天要讲 那在这个的当中有集功 阿弥陀佛无量寿经法藏比丘 有英文的全部翻译 假如你是外国朋友或年轻人 他可以读六十五页到七十二页 其中有一篇比较特别 愿意跟各位分享 我没有炫耀的心 是我学佛将近二十多年呢 写了一篇 一切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做 在不是在你的讲义上 是待会结缘的这个七十二页到八十页 好 接下来我们看 释迦摩尼佛 右边是释迦摩尼佛 我为了这场呢 也是找了很多的图片 释迦摩尼佛来在这个人间 讲了无量的法门 是因为众生有无量 好 我要简单的说 其实这个故事应该讲到明天 我想我现在想讲 比如说一个小朋友问你 爸爸妈妈 请问地球长什么样子 那他是小朋友吗 他只会打basketball 对不对 或球啊 那你只会说 弟弟啊 其实地球就是你打那个球的圆圆的 你只给他一个圆的概念 到了国中的时候 可能他会问你 爸爸妈妈地球长什么样 你可能会带他去书店 去买一个地球仪 看全世界有五大洲 我们住的德国是在欧洲 欧洲中德国 下面是瑞士 再下去意大利 左边是法国 你会告诉他 我们是在五大洲的欧洲 为什么 更多的细节 但假如现在一个博士山研究问你说 爸爸妈妈或教授 请问地球是什么 我看你要带他去天文台了 对不对 我为什么举这个例子 这三个都没错 这三个是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 所以会有南传 北传跟藏传的教法 三生的教法都是佛说的 不要怀疑 也不要毁谤 为什么 因为佛来人间 就像一个老师 教班上的同学 教一门课 其实每个孩子啊 的这个知识跟条件都不同 有人一听就懂 有人要听两三遍 有些人呢 还要教十几遍他才懂 同样的佛陀来人间说法一样 社交摩尼佛为什么讲 华严经法华经 中国有八大宗派 有南传北传藏传 都是佛的正法 所以各位是有善根的 为什么 因为你多生多解 都是修福修会 而学到大乘佛法 我们今天讲的主题是大乘佛法 不是南传佛教 可是在大乘佛法有八大宗派里面 最为殊胜的是什么 极乐净土法门 释迦摩尼佛专门赞叹西方 左上角西方三圣 阿弥陀佛法的功德 包含阿弥陀经讲六方 玄庄大师翻译为十方 十方无量无边的诸佛 都赞到阿弥陀佛的功德 这个绝对不会偶然 但是我知道在东南亚很多国家 有些法师甚至居士 也因为读了一些学术 学术就说大乘非佛说 甚至说呢 净土中呢是西方太阳神的思想 那个是就不了意 其实错 这是佛亲自说的 只有佛才知道佛的功德 所以你要圣言量不要怀疑 更有一个笑话呢 有人说啊 当啊这个过世的时候 我是要往生东方要是净土啊 还是西方要是净土呢 林中都有八大菩萨来接力 好 然后他说 绝对呢 你要说笑话 可能呢 不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到要是佛来 错 佛都没有私心啊 佛怎么会拉信徒 这叫做以凡夫心解释圣人制 就我们都用自己的心去猜佛怎么想 其实错的 佛是无我 佛怎么看呢 佛是看这个众生跟哪个法门有缘 他在哪个地方会开悟 他就希望去那个净土 比如有些人喜欢观音法门 有人喜欢当来下身 没了佛 很好 有人喜欢地藏菩萨 有各位超过斯大明山 有人喜欢文书跟普贤 有人喜欢阿弥陀佛 所以希望我第一天 这快半个小时间讲 希望你要相信 南传北传藏传 都是佛的正法 你选择极乐净土很好 但是不要去否定其他的宗派 以及批评其他的法门 为什么 那个都是佛说的正法 举一个例子 你们家里可能有基督教 天主教 还有其他宗教 非宗教 可以一起吃饭 举个例子 出青菜 有人喜欢吃小白菜 高丽菜 对不起 我们台湾有一个叫大陆妹 名字叫大陆妹 对不起 我没有那个不礼貌 有一次我跟他去人家说 师父对不起 我要点大陆妹 他说师父你是和尚 我们这里不卖大陆妹 我们卖台湾妹 我说不 那个青菜名字叫大陆妹 叫薇亚菜 一种 所以 换句话 小白菜高丽菜 黃豆芽 什么样的青菜都可以吃啊 为什么 都有叶绿树嘛 所以你不要说 因为你喜欢吃小白菜 你说来 shut up 全家人都不可以吃白菜 我觉得那你很专制 同样的法门无量 先看 现在我们做简单的休息一下 不是休息 让大家享受一下 我从印度 然后一直讲到中国 讲到日本跟韩国到东南亚 让你看到极乐世界图 这些简单图像的演变 首先这按照是敦煌壁画 按照《观无量寿佛经》 极乐世界图 古代呢 因为认为帝王才能进入宫殿 所以 宫殿是最为尊贵的 所以你看到图的背后 都画古代的宫殿 其实现在的话 假如在美国 我们常常说些话 应该画美国白宫或五角大厦吧 那在德国呢 可能应该画总理的这个 这个建筑物才对 对 所以你看这是极乐净土 变文图 接下来你看敦煌的西方三圣 接下来下一张 传统上亚洲人呢 大概 大概五十岁以上的老菩萨 都会喜欢这传统的江义子老居士所画的 它是以中国唐朝非常正统 你看三个都张得直直的 非常的庄严 这是以中国唐朝风格画的西方三圣 可是年轻人不太喜欢 too seriously 接下来你看 曾经也在台湾跟东南亚流通过阿弥陀佛 注意阿弥陀佛的背后是放彩虹的光芒 待会会讲 这跟空性的教法有关 临终皆引阿弥陀佛是占的 接下来各位可能也知道 道政法师 台湾一位比咎尼往生的西方极乐世界 他按照佛光无量受佛 对不起 佛陀的照相度良心而化的阿弥陀佛 真正的阿弥陀佛应该长这样 可是你会觉得很陌生 为什么 他长得不太像华人 他也长得不太像德国人 对不对 但是这佛的脸呢 真正是按照三十二项八十种好画 佛他有他的功德 后面还会看 接下来这是一尊阿弥陀佛 接下来有西方三圣 接下来还有这个临终皆引 这二十五位菩萨 中间叫报生佛 右上角那个小小的叫化身佛 所以可见你灵命中的时候 若是上辈往生 你会看到这个 所有的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连始海卉佛菩萨来接应你 看右下角那个是 苏家人他是上品上身 第一个是观世音菩萨 金色灵花宝台 第二个呢 拿散盖的是大势至菩萨 好在这里有两个人很特别 请看后面 阿弥陀佛后面有一个光头的身文像 那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在这里回答 念地藏菩萨 接念阿弥陀佛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 对不起 看到吗 阿弥陀佛的左下角 对不起刚才讲错 那是地藏菩萨 那后面呢 阿弥陀佛背后那个出家人是谁呢 是阿难尊者 阿难尊者也是大菩萨 只是视线为身文像 好接下来传说这一章是善导大师化的 我说传说就传说 因为历史考证不是很清楚 日本人把这个当成国宝 然后临终有25位菩萨接引你 好接下来假如你有机会到日本 那那奈良 有看到全世界最高的 由日本天皇下令见的东大寺 里面共释迦摩尼佛还有观世音菩萨 你可以看看这个比例 那人多小 对不对 所以净土宗从这个印度传到中国 也传到日本韩国跟东南亚 接下来你看日本净土真宗 净土真宗 中间是阿弥陀佛 右边观音跟世智 这都是国宝 日本人对文物是非常重视的 好接下来再看 这很有趣的 只有日本人创造 叫回首阿弥陀 什么意思叫回首阿弥陀佛 就是你命中你在念佛罗的时候 跟着阿弥陀佛走 可是我们会有散乱心 阿弥陀佛会转过天来 You follow me 你跟上了吗 这是只有日本人创造的 很特别 在台湾也没有 好叫回首阿弥陀 在日本永观堂 这日本国宝 好接下来更 大家很清楚的 阿弥陀今有一句话 我念一段 彼佛光明无量 照十方国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弥陀 阿弥陀佛的光明 骗照十方 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障碍的话 都表示可以穿过山 穿过水 穿过一切 无所障碍 所有 阿弥陀佛 所以净土中传到日本 日本就一这段经文 创造了一个 请看 叫山月阿弥陀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可以从山背后出现 右边是观音跟世智 前面是四大天王跟天龙八部 很特别吧 所以你知道 净土中真的是广大无边 不是只有你单单想想说 只有在华人的世界或台湾而已 事实上 很多的世界都在弘扬净土法门 接下来这是日本人画的 临终二十五位接引 符合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的 二十院临终接引院 接下来这个也是 那临终接引有时候是站的 有时候是坐姿 它意义是不同的 接下来再看藏传佛教 各位知道金刚称 也在全世界非常的弘扬 我刚才说南传北传 藏传都是佛的正法 在极乐净土里面 西藏也有极乐净土法门 在这里可能有人会说 师父你本来念佛的 为什么最后修藏传佛教呢 我可以回答有很多原因 其中第一个是我读华言经 华言经经中之王 然后进入金刚称 因为明天会讲 藏传佛教七支供养 也就是普贤十大院 第二个 藏传佛教呢 对于观想跟观像念佛 它有 可是现在我们大家所学的就是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叫迟迷念佛 也就是你拿念中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前程念 走到哪里都念很好 可是现在有个问题来 你虽然嘴巴念 念久了你的心啊 还是很乱 请问你心想什么 那这个观想跟观像啊 这个传传保留在藏传佛教里 这是我为什么学藏传佛教的原因 第三个 在藏传佛教有明显的道次第 怎么修菩提心修慈悲观 但注意这张西藏的阿弥陀佛是什么 红色的 看一下 阿弥陀佛旁边有两个菩萨 左边是白色是观世音 右边是大世智 它跟我们刚好颠倒 因为在西藏的法本说 阿弥陀佛的右手边是观世音菩萨 那左边蓝色的是大世智菩萨 好 那灵命中里面 在药师经里面说 灵中的时候 我们有八大菩萨回来接引离 看 下面 在门口的地方 那就是一个画佛 下面有个出家人比丘 他求生极了净土 接下来呢 那这八大菩萨很好记 就是大世智跟观世音 文书跟普贤 然后地藏跟弥勒 另外一个可能你比较陌生的叫 虚空藏跟除盖藏 那我再念一遍 八大菩萨有不同版本 很好记 第一个观音跟世智 对啊 这西方极乐世界两个后补佛 第二个文书跟普贤 是华言三圣的后补 接下来是弥勒菩萨 当来下身佛跟地藏菩萨 最后是虚空藏跟除盖藏 那药师经里面说 若有人念药师经 你灵命中想要往生药师净土 一样可以去药师净土 你若是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八大菩萨也会来接你 为什么 因为这八大菩萨都是大菩萨 阿皮拔之的菩萨 灵命中他会放光 既然是菩萨就会看到你过去 现在未来 举个例子 你这辈子想去法国巴黎 那当然啊 你命中的时候 你就想去法国巴黎投胎 搞不好就变成法国巴黎人 一出生就讲 Bonjour 或Messi 那你可能呢 你一直想当日本人 可能呢 你就会想喜欢日本的文化 现在科学也说 有些人是西方人 可是他一读日文 你人気ですか 你人気ですの 他就会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就是日本人嘛 所以可见 你要去哪个净土 你写下来 是你自己选择 佛菩萨不会强迫你 佛不会说 你不要去要事净土 全部来极乐净土 为什么 接下来待会今天要讲的主题 观无量受佛心 佛为伟提西部人啊 就是让他自己选 佛没有强迫他去哪里 佛呢 待会会讲故事啊 佛是看无量的信徒啊 显现在他面前 就像现在看DVD一样 对不对 Internet一样 韦提西夫人啊 自己选 我要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要去体会到这净土 是这么殊胜的 好 接下来 藏传传佛教有化身佛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佛 还有另外一个叫无量受佛 阿弥陀佛佛 阿弥陀佛佛是化身佛 这两个是不同的 大家知道有法报化三身 接下来 那佛所住的净土就叫做曼达拉 曼陀罗 这是阿弥陀佛的极乐净土 假如各位有去过北京 像天坛或紫禁城 我们一进去有护城和有床 有很多的围墙 但是你观想 假如你搭Helicopter 就是直升飞机到天空 往下看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 所谓的净土曼达拉 就是佛的清净佛国土 好 到这里是一个段落 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 从印度到中国 到日本 对不对 到藏传佛教 其实净佛国土是广大无边的 所以禅观是很重要 好 接下来禅观就像心一样 你常常训练 我们的心很乱嘛 为什么要念佛 诵经 修界定慧 所以你的心 像清净的心一样 莲花 就会放出般若智慧的光芒 好 先请看 这是我今天要讲经之前 三十四页的这补充资料 你要超可以 这个是非常重要 佛亲自在波舟三昧 波舟三昧是梵文 翻成中国话 叫定中见佛 其实净土不是只有净土五经 早期第一个庐山 慧远大师 卢山东陵殿佛堂 慧远大师是读《波舟三昧经》 读《无量寿经》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佛曾经说 在定中见佛要有三种力量 请背起来 这非常非常重要 我会讲经常常讲 第一个佛力 the power of the Buddha 第二个法力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or say the power of the concentration 第三个自力 the power of yourself 自力 好 先看佛力 我们做佛教徒 当然相信佛 那各位一定相信佛的力量 对不对 你看你求观世音菩萨 求阿弥陀佛 求地藏菩萨 他可以改变你 对不对 佛的力量 佛像老师 但是在这里我长话短说 他跟基督教不同 基督教 上帝跟信徒 是主人跟奴隶的关系 重视你升到了天国 你不可能成为第二个上帝 你永远 belong to God 很好啊 可是佛教是师徒之间的关系 你今天求生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 也是你的老师 那你将来会不会成佛 会 所以它是师生的关系 我们求老师并不代表迷信 而是我希望向这个圣人学习 所以我们常讲佛力加持 我们要求佛 发愿求佛加持 举个例子 我举彩云 去年他就生病 差一点都快走了 他就是求观世音菩萨而活下来 所以今年他在办法会 对不对 每个人都有业力 大概这两三天 我会尽量把握机会 讲一些故事鼓励你们 所以我们要求佛加持 不要怀疑 佛呢 虽然看不到 但是它像太阳一样 第二个法的力量 the power of the Dharma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我们要学的是正法 所以正法很重要 那这里也有讲 the power of the concentration concentration是什么 圆三魅力 圆经文叫圆 就是圆三魅力 这里的三魅力 就是大乘禅定 三魅嘛 我们有念佛三魅 法华三魅 华言三魅 对不对 我们有很多三魅啊 所以 止观啊 其实很重要 所以希望 我谈到这里 你不要深烦恼 念佛啊 跟禅求是有关系的 而且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第三个 自立 就是你自己的善根成熟 就是你自己的信愿型 就像一个老师教学生 一般的学生 同一般的学生 他同等的教 但是每一个人的 信愿型啊 不一样 好 现在再回来看 第一个求佛力加持 那你要怎么办 常常念佛 念阿弥陀佛 念观世音菩萨 念地藏菩萨 第二个 大家念往生咒 大悲神咒 要师咒 还有楞言神咒 有很多的咒 第三个 第二个 法力 法力就是你要学教法 然后你要静坐 否则你的心会很乱 好 现在讲静坐 我会比喻给你听 我现在脑筋想 呃 大家知道我们在国外喝咖啡 你会问呢 Do you want a white coffee or black coffee 黑咖啡或白咖啡 怎么说呢 白咖啡就是要加奶精嘛 或牛奶 黑咖啡就是全部都是黑的 好 那这个黑咖啡就比如我们 全部都是恶念 那你说我点白咖啡 白咖啡就点了有牛奶 对不对 牛奶点下去以后呢 然后你开始就一滴 然后就拿脚棒这样讲 你会发觉刚开始是黑咖啡 慢慢讲慢慢慢慢讲 慢慢慢慢讲 就全部都变成白咖啡 对不对 我为什么用这个比喻呢 就是说 法跟禅定啊 就像白咖啡的牛奶一样 它有进化的历练 对不对 你若不学习佛法 你就会想说 你其实你每天想的都是乱七八糟的多 你若不念佛不念咒的时候 你的心都乱如麻 所以 念力的训练是很重要的 接下来看第三个 就是 那每人的信愿型不一样 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是怎样呢 叫忏悔业障 还要常常读诵大乘的经论 今天会讲 好 请翻开讲义 三十四页 这个第十四行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乘 劝敬行者 先把读诵大乘画起来 就是你要发愿读经 念佛人没有不读经的 从古到来任何的高僧都很认真的读经 所以你不要只是很狭隘的说 我只要一句阿弥陀佛就好 讲一句阿弥陀佛有几种情况 讲一句阿弥陀佛除非你是登地的菩萨 所有经论都通达了 你可以不要读经 因为你念佛的力量通于一切诸佛 第二种呢 是比较不好的 是不喜欢学习的 得少为主 哎呀 佛经太复杂 一句阿弥陀佛就好 其实你心里是些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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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世上你是reject的心 四宏誓愿里面不是讲法门无量誓愿学吗 当然你可能待会有人有会跟我讲 专修专红不要紧张 师父今天准备很多 专修专红讲在三十六页 你可以看 我待会会讲 所以希望各位 请你的心打开一点 我常常比喻 不要你的门是打开的 你的心是关的 你应该要有opening mind 进佛国土非常殊胜 进土宗非常殊胜 有这么多人欲知实质 但是他一定有的他的道理 所以当然我在讲这一段 波周三昧经里面 他是要修净土禅修跟般若 所以第三个我举例是要读般若经 事实上读任何一部大正经论都可以的 请背起来 福利法利跟自利 在佛学院考试的话 这条是必考的 那念佛的时候要注意 既然念佛跟般若波罗蜜有没有关系 有 请看 虚空中的彩虹很漂亮 彩虹看得到 但你伸手抓他是抓不到的 念佛很注意 你可以观佛像 但是要观佛像是透明的彩虹一般 这是念佛跟般若波罗蜜的结合 叫大乘空观 我会给你看图片 所以你看 传统上我们讲奥昧佛佛 这张是师父很惭愧 我今年出家24年 我19岁学佛 20岁打一次佛妻 吃到肉 我就吐了 然后我今年很惭愧 46岁 虚岁47 不要讲太多 这个呢 是我24年前 26年前 我第一张供的阿弥陀佛 为什么 这张非常庄严 请看 它很简单 signified 就像太阳一样 对不对 阿弥陀佛背后的豪观 望丈光芒 金色的袈裟 阿弥陀佛的左手拿着莲花 假如如果有人发现求生极乐世界 上面就刻着你的名字 他阿弥陀佛的右手呢 昼夜长垂 然后呢 虚空中呢 放了无量的光芒 有曼陀罗花 所以在这里我要建议你 你拜阿弥陀佛 或供佛像 要供一尊 不要常常换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佛是无有形象 以伯尔经讲是无像 但佛会随众身心 应所知量 也就是说你临终的时候 一定显现的就是你常常观想或所供的佛像 你不要到灵命中断气了 看到阿弥陀佛 你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是真的还假的 那表示你对靖度啊 还在怀疑 不要怀疑 写下来 灵终的时候绝对是佛 而不是魔 因 灵终皆隐的时候 绝对是佛 不会是魔 这在佛经里有写 因为阿弥陀佛有48大院 所以灵终的时候 魔是不可能化为佛 来障碍你的 第二个 佛的力量 大果与魔 所以在这里 我只是要用这张图片告诉你说 我观想阿弥陀佛就是这一张 而且我观很久 我眼印记闭起来 我就可以想到这一尊 可以啊 当然可以 但我现在是讲观想 当然可以 所以你自己选一张 不要常常坏 你的心比较容易得定 当然你可以有雕像的 塑像的 慈气的都可以 最重要你自己生欢喜心 好 接下来再看 这是观无量寿佛经讲 落日玄谷 各位你可以试试看 在太阳 夕阳 夕下的时候 在海边 你看着这个太阳 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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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因为夕阳 夕下嘛 太阳一定会掉下去 对不对 假如你修到 张开眼睛或闭开眼睛 太阳都在你眼前 那就恭喜你得定了 你一定会往生极乐净土 不过不太容易 你去试试看 Dostov旁边有海边吗 河边 河边也可以 可以试试看 夕阳夕下 落日玄谷观 好 接下来你看 我们为什么要挑服自己呢 禅定呢 你看像这个一个 南传的比丘坐在这里 当他一打坐的时候 他就有很多妄念纷飞 会想到花 想到世俗的东西 想到修行真苦 你看后面 我要躺下来修行多好 对不对 我们要调服这个心啊 是很不容易 南传 北传 藏传 都有不同无量的方法 就算是禅修 也有不同的方法 是调服你的心的 接下来 这就是我讲的 道政法师 以照相度良心 所画的阿弥陀佛 非常的庄严 我们台语叫 金光闪闪 金光闪闪 但是呢 他的照相呢 是以印度人的照相为主 好 你看 真正的阿弥陀佛 是长这样的 佛不是长的普通的人 曾经我放这个给小朋友看 他说 师父阿弥陀佛 耳朵怎么这么大 我回去拉一拉 我说对不起 佛的耳朵不是拉着来 是修来的 身身世世的 所谓的无量节的 所谓的多生多节 修福修慧 所以阿弥陀佛有个叫 相光普社愿 接下来你看 我们普贤十大愿的 一者礼敬诸佛 当你很虔诚派佛的时候 其实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不管你有看到跟没有看到 对不对 他就出现了 对不对 所以阿弥陀佛是遍满无量的世界的 请不要怀疑 好 那我想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好 各位大家好 请继续看正文讲页第三十四页 今天介绍的叫敬业三佛 出自于佛说观无量寿佛经 特别注意这个标题是 三世诸佛的敬业真音 所谓三世诸佛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诸佛 告诉一切云云的众生 假如你要修清净的这个善业 从哪里下手 我怕讲因缘果报 所以请看幻灯片 讲意义我也导得很详细 在幻灯片里面 我用颜色换过来提醒你 简单的说 这十一句是必须你要求生进土而做的 假如这十一句你都做到 我告诉你你是上品上身 西方极乐世界分为上中下三品 其实是归纳说 因为人类的这个思维跟知识里面 它是有局限的 所以它从一到十 那这个一到十当中 那佛会说法说极乐世界有上中下三倍 每一个上倍里面又分为上中下三品 三三和九 其实这叫做summarized 归纳说 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的品味 那这无量的品味怎么判断呢 有两个原因 第一 你的业力颤足多少 就像镜子上面你灰尘擦掉了多少 第二个 你累积自立力它的功德有多大 以此而判断你的品味 那假如这十一句你都做到的话 你一定是上品上身 但是假如有些地方你做不到 但是你要去努力 所以传统上其实这十一句呢 当时我也学菩提道次第广论 所以按照伟大的宗格巴大师的建议 下世道中世道上世道 上世道中世道上世道 事实上佛是说过 在优活色基金里面就要众生有上中下三品的根性 好请看 第一 效养父母奉是师长 慈心不杀修食善业 这是人天正的善法 是属于下世道 就像你建房子地基是很重要 第二 受持三规 聚足仲戒 不犯威夷 这是属于升文成的教法 中世道 为什么 因为当你受持了三规 还有不同的戒法 戒病会以后 你就开始种出轮回 得到解脱的因 不犯威夷 待会会讲 第三个就是伟大的大寸的菩萨寸的教法 叫上世道 尤其是发菩提心 请做个记号 待会会讲 什么叫菩提心 菩提心是整个所有教法的核心 包含大寸跟金刚寸 很多人都念佛 可是很多人连菩提心都搞不清楚 所以念佛的功德力不一样 那现在有个问题来了 第三请按 难道菩萨不相信因果吗 其实申请因果看起来 应该放在第一条 对不对 答案这里的因果 有特别的特殊的意思 叫申请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这是连很多的菩萨不相信的 在讲义第三十五页的第十四行 这有打 读众大乘经论 所以希望各位 在这次讲座之后 你应该选一个大乘经论 喜欢读普门品 金刚经 阿弥陀经 普贤行愿品 地藏经 法华经 华严经 都好 但是你得用功 你要精进 好 前面从第一 校养父母一直到读诵大乘 是以偏自立而说 当然也有利他 比如说你校养父母 你也会利益你的父母 可是真正呢 最后一条叫劝进行者 就是要发愿 广度 无量忠诚 所以 这是非常殊胜的 好 那这个经文来的时候 是怎么来 先看故事 我好不容易找到 光无量寿佛经 因为现在全球数位化很方便 我记得以前听我们师父讲经的时候 微风吹动七宝杭树 想得出来就想不出来 想得出来就想 想不出来就打瞌睡 现在呢有很多的图片跟数位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在光无量寿佛经里 各位知道是 韦徒西夫人 跟平坡苏罗王 两个都是佛的大护法 那在古印度的时候佛有八个护法 八个国王 所谓的八个国王 以现在来讲应该叫八个部落 在恒河的地方 平坡苏罗王跟水腿西夫人 是佛很虔诚很虔诚的佛弟子 也是佛的大护法 可是很不幸的呢 我先讲他的故事 然后呢 他生了一个儿子 叫做阿瑟士王 有一天阿瑟士王当王子 他就说 等爸爸呢 死了以后再当国王 时代太慢了 那对不对 他当国王的心很急迫 所以最后呢 是想 假如我把爸爸解决了 那我不就可以当国王了吗 他就呢 把平坡苏罗王软禁起来 而不给他吃 不给他喝 那大臣呢 就说阿瑟士王 你这样是武力不到的 那下面呢 他的妈妈 韦徒西夫人 就非常的难过 为什么 看中间 韦徒西夫人 那 他呢 想说 不给自己的老公吃饭 那我生的儿子 我最爱的儿子 从小教育他 栽变他 没想到现在 为了为了王位权位 可以呢 这样对自己的先生 是很不孝道的 结果韦徒西夫人呢 她是皇后嘛 对不对 那时候呢 阿瑟士王下令说 任何人都不可以进监狱 是 可是韦徒西夫人进去 你知道她进去怎么吗 她是以前的耳环啊 里面呢 装蜂蜜 然后用面粉 像化妆一样 涂在身上 进去把这些瓜下来 给她老公吃 所以关了呢 一个星期 到两个星期以后呢 那个阿瑟士王 想奇怪 老爸怎么没死 原来是老妈帮忙 他更生气 就把妈妈也关进去了 那最后呢 你看 这韦徒西夫人跟拼颇索罗罗王 两个就跪在这个金玉里面 摇向东边 在灵鳩山 当时佛陀在灵鳩山说法 说尊贵的佛陀啊 我跟你忏悔啊 我没有想到啊 我最爱的人 却是伤害我的人 请你为我说法 这时候佛陀就用虚空 紧在右手边 佛跟阿南尊者 跟木剑连尊者 从虚空而来 然后在虚空中放光 为贫颇索罗罗王 跟韦徒西夫人说佛法 那所以这部经 并没有在阿含经的这个 南传经灵里 为什么他是为国王说法 跟皇后说法 属于大乘经论 这时候呢 韦徒西夫人放声大哭 对佛陀懺悔说 我无量节造了什么恶念呢 却生出这样的儿子 本来最亲爱的 现在是最震恨我 佛陀啊 这个世间我还毫无任何的留恋 所以请你告诉我 我想去其他的佛国土 这时候佛用神通力 以现代话来讲 像多媒体动画 全无量世界呢 就放给他看 有看到东方西方南方北方 无量的佛国土 让他自己选 这时候韦徒西夫 看到西方极乐世界说 这个佛国土最清俊庄严 没有任何的痛苦叫极乐 佛陀我自己要去 那请问我要去要什么条件 接下来佛就说 要去极乐世界 要修今夜三福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来由 好 我们现在到大一样 请问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 我想故事大家都知道 对不起 是不是小修老师 老师出生 这个故事给我们很多用意 第一个 你最相信的人 可能就是你出卖你的人 所以我们讲 爱得深 恨得也深 家人是个缘 缘里面有善缘 有恶缘 那在这个阿萨斯王 对不对 为了人呢 会被全力欲望给迷惑 所以他急得要当国王 所以他想把 平波索罗王给饿死 第二个 韦徒西夫人去帮助他 他把妈妈也关下来 所以这个是很大逆不道的 那可是韦徒西夫人有善根 因为他求佛陀 佛陀就告诉他 所以佛没有强迫 而是让他自己选择了极乐净土 那这个故事里面有很强的 这个意义 请各位写 第一个叫出离心 遇到苦啊 就是你觉悟的时候到了 世间人会认为你苦很可怜 其实每人都有苦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可是苦啊 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 所以世圣地讲苦即灭道 世间人会觉得你苦是很可怜 其实错 你应该很高兴 因为苦而让我觉悟 否则我永远放不下 举个例子 师父现在在欧洲 我也知道这个 family idea 就是家人啊 这种family idea 是非常重要的 先生 孩子 家人 可是我可以告诉你 从佛法的角度来讲 家人爱得太深啊 也会成为你人而轮回的因 你要爱你的家人 可是你不要执着你的家人 你要对你的家人慈悲 家人其实就像一场戏一样 那我们今天来演一场戏 大家化妆 戏演完了 在戏当中你演我爸爸 你演我妈妈 但戏落幕啊 一鞠躬的时候 你走你的 我走我的 但是世间人不愿意去面对这个 世间人也不愿意去讲这个 为什么 因为他害怕 就像我在西方讲佛法的时候 我发觉西方人最讨厌的讲两个什么 无常跟空 他常常跟我讲 师父假如什么都是空的话 那我现在的工作 跟这么努力的房子怎么办 我就会啊 一个地震来的时候 全部都问回他 问题是你抓着他不放啊 所以这个故事 其实给你最大的启示是 苦是你觉悟的机会到了 不要难过 第二 你要有生起强烈的出离心 你才会放下愿意求生他方佛国土 各位 我们都住在欧洲也是德国 德国也是很有福报的国家 你比起其他的国家 假如你去过南非 或是印度跟尼泊尔 你会发觉 每个国家的福德因缘不同 所以最美的地方 我以前也曾经住过 纽西兰真的像净土 可是我跟你讲 那个住太久 就不会去西方极乐世界了 好先看下面 一 下人天称是下辈往生 校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修食善业 简单的讲 父母是家中的未来佛 所以你要尽心尽力 佛陀说供养父母等于供养佛 去除以上四点 那这四点注意听 这是善法 看善法 人天善法 善会善道 善善道 恶会善道 善恶道 所以将你校养父母奉事师长 慈心不杀修食善业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就不办法一根念 因为我后面还有想要讲 其他的东西 接下来呢 假如你今天譬如说 你的外婆或者你家人生病了 你到医院去照顾她 你并没有来参加供修 那请问有没有功德 有 但是要加上 念佛与回向 请写下来 因为念佛会把善念而转为 敬念 敬土宗嘛 清净的念头 善念是往三善道 你最多升到天上或人 或阿修罗 恶念会往三恶道 所以你做世间的善法 乃至于各位可能在佛光山 慈激功德会 很多大乘佛法 都做了很多菩萨道 或利益重症的事 很好 师父非常赞叹 但是你要加上念佛 回向一切的众生 回向无上的菩提 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那你在家里照顾往父母 你一样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比如说像医院 医生跟护士 假如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跟护士 他今天虽然没有来参加诵经 也没有参加供修 但是呢 他在医院里 对不对 他每天的帮助众生 其实那也是菩萨型 大家看他的动静 所以佛经理说 有三类的人 在六度波罗蜜讲布施 第一个是财师 第二个是法师 第三个是无畏师 财师就是得到大富大贵 出钱帮助众生 贫穷众生 第二个 法师就是像世间的老师 用很多的话去救度一些走错路的人 所以世间的老师 假如你是很正派的老师 其实你每天都在利益众生 第三个 无畏布施是什么 像医生跟护士 知道吗 但是你的动机要很好 而不是坏老师 或是坏的医护人员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加上念佛与回向求生净土 但是这只是在天上人间的 没有出六道轮回